你现在打开的是造物集的新系列 我的出租屋 这是第二个关于家的故事 阁楼上的原木风少女房 两年多的时间 两百多期的造物集 在这个系列里 我把手工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 融入每一个小家里 我不是要做真的包空头 只是希望这些关于家的影响 有那么一瞬间对你来说是温暖的 向往的 家不是堆积起来的钢筋混凝土 而是用心经营过 只属于你的避风港湾 屋主是我的表面园子 去年大学毕业后寄宿在我家 年底前和同学合租了一户老房子的顶层阁楼 整户房子的面积差不多40平米左右 家具和墙面都比较陈旧 公共空间狭小 园子租下的房子约10平米 房型细长 采光较差 大件家具只能容纳下床 小衣架及小书桌 园子喜欢读书 画画 美食 想要拥有原木风的家 一个带带的柔软的床 一个容纳它所有杂物的储物柜 以及读书养花打游戏的专属空间 为了满足它 我耗施一周矩的上百根木头 从书桌到衣柜 花架 全部手工制作 想要拥有原木风的家具 我们来说 你无论的拉开 在这种上百根木头 我看 你会看 那你会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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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改造后的储物区过去是原则的小书桌 使用造价便宜又环保的物流木板 装订成十几个木格子 根据不同房型和需要可以随意搭配 用塑料扎带固定后非常牢固 搬家时剪断就可以把盒子拆分带走 无论储物、挂衣服或是养殖物 都是特别万能的 麻生储物栏用来存放小建衣物或杂物 用肉绒浆将麻绳粘贴在柜里盒上 内部放入布料 经过这些简单的小操作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好看又结实的储物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工作区和休闲区 阁楼的窗帘很多都需要定制 同时 窗帘管和滑轨都很不实用 给大家安领一下超级好用的魔术贴 可以把你不想在墙上钻孔的小间物品都黏在上面 既牢固又不破坏墙面 给园子制作的圆路工作台分为桌面桌腿两部分 搬家时可以拆分方面带走 手工制作200元以内 一家相同款式要500元左右 桌腿能制物 好看又实用 小框木板下脚料也不要浪费 可以打孔穿绳做制物板 小框木板 摄制物板 以上馀在7号seat 一家阁楼的三角形状墙面制作而成的 网上也能买到形状硅章的成品 这个区域用来放置它的颜料和画笔 以无痕挂钩固定 在这个部分我用下角料做灯座 固定树枝制作一个很圆木风格的落地灯 灯线往上购买 10元左右 随意产让在灯架上即可 接下来布置休闲区 花架同样是用物流木板制作而成 于床中间流出一平米左右的读书区 我把替换下来的白色纱帘 用魔术贴粘在墙上 作为装饰空白墙面的灯光幕布 搭配普通小串灯 晚上不灵不灵的 看上去特别舒服 你现在看到的这团被我揉烂的纸 就是传说中的水洗牛皮纸 手撕不烂 水泡不软 打孔穿绳 弄成纸袋状 从上到下卷起来 或者用热绒胶粘贴成型 用来整教你家的丑花盆 不是最好的选择 还记得上集说过的小命集吗 钱不够 灯来凑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小串灯解决不了的房子 床的侧面墙壁以绵身挂毯装饰 床头部分放上雪糕棍制作的蜂巢格 以及圆木云朵凳 一个素色麻布软洁乐的大靠调 一款干净重色床品 就是圆木封卧室的正确打开方式 床品是园子的丝物 菱形立体花纹做装饰 柔软又特别 再搭配一款素色盖毯 完美 一个人一张床 三分之一天 他和他一起度过 睡觉 看剧 吃零食 受委屈时 躲在他怀里 偷偷掉眼泪 为了生活和梦想 也不得不在每个早晨 强打精神 离开而去 他 想用一张白色的 柔软的 有微微灯光相伴的大床 一个可以多听听内心声音的安静空间 小王子告诉我 星星发亮是为了让每一个人 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虽然他还没有找到属于他的那颗星 还好今晚开始 他有直属于他的云朵 微微发亮 驱赶孤单 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 IE Moh 三 然 我 感谢观看